根據中共國家統計局最新發佈的數據 12月份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為47 比上月下降一個百分點 是自2020年2月以來的最低水平 PMI指數高於50 表明製造業活動擴張 低於50就表示萎縮 從企業規模來看 大、中、小企業的PMI分別為48.3 46.4和44.7 比上月下降0.8、1.7和0.9個百分點 數據還顯示 涵蓋服務業和建築業活動的非製造業PMI指數就更為慘淡 該指數由11月的46.7、遮降至41.6 是自2020年2月的歷史低點以來最差的表現 綜合例體 在有關數據顯示了中共政府在準備不足的情況下 突然結束清零政策所帶來的經濟衝擊 防疫政策在12月初的變化 令人措手不及 令大陸薄弱的醫療系統癱瘓 工廠有大量工人染疫 也都令今年最後一個月經濟可能發生逆轉的希望落空 中共官方數據還顯示 在12月份 綜合PMI產出指數為42.6 比起上個月下降了4.5個百分點 連續3個月處於收縮區間 《華爾街日報》報導 然後《花儀銀行》的經濟學家 彼客戶的一份聲明中表示 大陸第四季度的國內生產總值 可能僅僅增長百分之一 另外受疫情的影響 大陸的工廠正面臨著勞動力短缺 和物流倒式的問題 什麼都是擾亂了供應鏈 數據顯示分別衡量製造業工廠生產 新訂單數目和新出口訂單的PMI分項指數 12月均比11月有所下降 同時服務行業的活動進一步萎縮 由11月45.1跌至12月39.4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